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前进关键码 那剩下没有几个交易日 就要过年了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过年之前 率先的先卡位一些 未来也就在新年过后 能够在持续的上涨的股票 那今天在台股方面 不管是上市还是上跪指数 都是一样的 中场几乎都是没有涨跌的情况 那外资买超的幅度也偏小 那就是跟美股一样 目前整体走势是稍微暂停的情况 但是也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2024年 相比2023年一定是会有所成长的 因为2023年刚好就是走过整个产业的谷底 所以来到2024 各个产业都会朝向一个复苏 还有成长的轨道 那在各股方面 我们又怎么样能够把握住 会上涨 会有未来有成长机会的股票呢 那一样 我们先看到在图卡方面 那我们看到图卡 这是新复兴 当初我们开始布局的时候 是在35块多的时候 那它最高曾经来到51块 这样子算起来的话 整体的上涨幅度是超过了4成 也就是说从第一次开始布局的时候 到它最高的时候 整体的上涨幅度是超过4成的 那这个4成其实是很惊人的 而且是没有用很长的时间 基本上只用了两三个礼拜 没有几天的时间 就有这样子的获利 那各位观众朋友们 会想要有这样子 快速的获利的机会吗 那最主要是说 我们都知道 在股票的操作里面 要赚钱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定是我们卖的价位 要比我们买的价格 还要来得更高 但是呢 这就会带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说 到底在什么时候 该买进 在什么时候 该卖出 那不见得说 股票一定就要买在 非常低的位置 因为有时候 我们的股票要上涨 或者是下跌 它都是需要筹码 还有它的利多 利空消息的来带动 也就是说 股票有时候 我们买进之后 它价格并不会有太明显的波动 也就是说 在这样的时间底下 买进去的话 其实是没有什么时间效率的 我们可能花了很多的时间 抱着一个股票 但是它却没有办法 如我们所愿的 不管是做多也好 那它可能没有办法 如我们所愿的 价格可以来上涨 那这其中 这就是一个时间 带来的一个效率的问题 所以这也是一个 非常值得来去探究的事情 那一样 我们回到图卡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新复兴 那其实我们开始布局的价位 并不是这个波段的 非常低的位置 看似买起来 股价是偏贵 偏高 但是呢 我们买股票的时候 也要考量到时间的效用 也就是说 我们买了之后 我们期望 在什么样的时间 能够上涨 我们到底要花多少的时间 来期待它上涨到什么程度 那这其实就很像是 当我们讲到价值投资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认定 我们要花数年的时间 来持有这支股票 因为我们看好的是它 未来多年之后 所带来的一个成长性 就有一点像是说 如果在很多年前 买入台积电 那你就要抱它非常久的时间 那就会一一来去兑现 那台积电的价格 就会带来一个很大的获利 但是如果我们将时间缩短 到几个月 或者是几个礼拜的时候 台积电不见得就能够带来 我们所期望的获利 那这就是一个时间效用的问题 所以说股票买的低 或者是买的高 其实不见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股票买在什么价位 股票买的低买的高 还不如买的巧 还不如买的刚好 买的可以不要让我们 等待太久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有赚钱的机会 那一样我们回到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波段里面 其实没有花太多的时间 就有一定的获利程度 那这也带出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看到在图卡方面 我们在投资 有一些心理层面存在 也就是在该买的时候 为什么不敢买呢 在该卖的时候 为什么又会舍不得呢 那这里面当然牵涉到 非常多的问题 就比如说 在这个价格持续下跌的时候 我们就会特别的害怕 因为认为它还会继续的跌 所以造成我们不敢 买入这支 我们所看好的股票 那相反的情况 也是一模一样 当股价一直上涨的时候 我们也会认为 越来越贵了 所以说我们也不敢买 所以说在买的时候 我们总是有很多的不敢 那在卖的时候也是一样 不管是我们买入之后 是不是套牢了 然后呢 变得舍不得卖 又或者是说 股票终于涨上去了 我们有一定的获利了 但是因为获利回吐 我们又舍不得卖 认为说 我们为什么不早一点卖 卖在高点的位置 那像是这些问题 都可以经由我们的协助 来获得一个更好的效果 那也就是各位观众朋友们 如果需要协助的地方 就是应该来找我们 来帮助你们在这种买卖的决断上面 有一个更好的抉择 那当然我们看到在图卡方面 我们现在也有另一个 新复新第二 那如果各位观众朋友们 有兴趣想要操作的话 而且加上这礼拜 最后一天的优惠 就到今天为止 那如果各位观众朋友们 想要操作 因为本节目 是不推荐个别的股票 所以说欢迎打电话进来询问 那我们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前进关键码 今天收周线 离宫关还有六个交易日 那台股今天 昨天过一万八千点 今天稍微震荡 一万八千点横盘震荡 也就是到宫关 大概都是这个行情 好 重点 你要报什么样的股票过年 那要不要报股过年 来看这里 这是大盘 好 今天最高已经来到18029 好 这是台积电 台积电 上个礼拜跳空上来以后 慢慢地往上涨 今天最高已经来到646 也就是 它的趋势是无法挡的 连整理都没有 就一直在往上 好 重点在哪里 来 这叫四星 今天股王再创新高 好 这是力旺 今天收盘 收盘价再创新高 好 这个是M31 一样 再创新高 这是神盾 一样再创新高 那这些股票 各位都知道 它叫IP股 今年是AI年 绝对没错 AI是主流 IP是主轴 我不断要给各位这个概念 那你要开始去想说 有没有IP股还没涨的 一定有啦 只是这种股票没有人知道而已 而且是我们叫做 名门归秀 是正统公司台积电的子公司 孙公司 你就世界先进的子公司 这种我们说 能当户对的股票都还没涨 好 那要讲到这个以前 我们先看今天 大概今天所有市场 最热门的一档股票 你们一定无法去想象的 一档股票 其实跟每一个人生活 息息相关 大家都有一红赖嘛 对不对 有啊 今天LinePay 也就是连加网路 挂牌挂新贵 来我们看 连加网路 LinePay 他用348块钱挂牌 新贵挂牌 挂牌价348 今天收盘多少 今天收盘是1030块钱 你有办法去想象吗 所以为什么 我这段时间都跟我的会员 跟我的投资人讲 我们要布局一档股票 就新贵股 我刚刚所讲的台积电的金孙 来 IP 未来的IP股王 台积电的金孙 好 那 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档 它就新贵股 新贵股的涨跌股 因为它是第一天挂牌 所以没有涨跌股 明天就有了 明天的涨跌股 我教各位 好 今天的均价是735.23均价 今天的均价 明天 连价王 那一配的平盘价 就735.23均价 好 假设明天的均价 涨了50个percent 你会算吗 这个大概涨了50个percent 我们把它算比较简单 算370好了 好不好 370 那也就是 如果它明天均价 到了1370 就1100块 对不对 如果明天的均价是1100块 今天是1030 收盘 明天的均价 假设是1300块 均价 它就停止交易 停止交易 不管12点 1点 或2点 只要到了均价 到那个1300块 它就停止交易了 这就是涨跌股 那因为它今天是第一天挂牌 没有均价 挂牌 挂牌没有均价 所以你看 348挂牌 开盘450 收盘1030块 涨多少 涨296个percent 296个percent的定义是什么 好 我解释给各位听 假设今天 硬气很好 你竟然买 开盘价买到450 你买了10张 赚多少钱 这450万 一天 然后收盘 又收盘价是1030 也就是你今天收盘的 你的身价就是 1030万 你告诉我好了 这不是暴利吗 所以为什么我会带我投资人 慢慢在收 新贵股的IP股 那个道理很简单 来再看一遍 廉价网路 赖配 今天挂牌 348挂牌 开盘450 然后收盘是1030 涨了296个percent 好 有时候想一想 每一个人可能 都有450万 对不对 你的450万在不在 你到台湾股票市场来 你拿了450万或者 两倍三倍不管 我把它450万当做一个奇数 或者150万也可以 或者300万也可以 你把它分三等分 对不对 以及1030块 也就是 大概三 只是你是150万 买一档股票 假设你150万买 假设今天150万大概有吧 今天你就变成多少 你就变成300多了 360 对不对 将近360 350 340几 150变340几 300变600多 对 你450万 今天 你变1030万 你输多少 你买一支就对了 有人说老师 我一千万存三四八万 你买一档股票就对了 你一千万 假设你一千万 你一千万剩450万 你今天买了这档股票 450万到收盘 你这一千万是不是全部回来了 是不是全部回来了 有时候又跟各位讲 本节目不推荐任何股票 不对不对 很推荐 可是当你输的时候 你要用什么速度最快回来 有时候讲白的 不是我在笑各位 除非你是我的投资人 你又来参加我 不然你告诉我 你们哪个没赔 你们哪个没赔 你们对接没了 对不对 十个九个赔 为什么 涨停 涨停是台面上 你没有 赚了你也没有 你买的都套住 我们就一档一档 你看 我们前面的 去年9月开始 前面三档小赔我们就出场了 换了冷钱包 现在很多会 会员的冷钱包根本就不要成本的 手上的冷钱包不要成本的 10月23号以前的会员都不用成本的 几乎都不用成本 10月23号又买冷钱包的人来参加会员的 可能有啦 你可能要成本 可是我都是来会带你们操作 那我们为什么要布局这一档 来 为什么布局这一档 好 第一个 IP股 绝对是主流 你看动不动 世新创新高 动不动 力旺就创新高 动不动 M31就创新高 神盾动不动就创新高 而且神盾 真正还没切入IP 它只是想做而已 好 那来看 你认为它 今天收1030块 你认为它EPS很多吗 它的前11个月 去年前11个月就赚7.9 那你我们把它用简单去算 它去年要赚10块很难吧 因为去年前11月7.9 你把它用简单的算数去算 也就是大概每一个月 每一个月 EPS大概7毛钱 对不对 11个月大概就7块7左右 对不对 12个月把人家进来 不会有10块 股价今天1030 那个叫什么 那叫筹码 因为这种股票 在新贵里面几乎没有人游 你看到它基本面吗 我写这里 我相信你们看不到来 看今天在这里 我打F11 没有啊 没有相关资料可以提供 台组电任何股票都有 新挂牌的就是没有 你要打F11你看 是不是都有啊 可是今天挂牌的 它就没有啊 有没有 不提供了 不提供就很多人不晓得吧 你看到今天很多房间的分析师在讲 他有告诉你他赚多少钱吗 没有 很少人知道嘛 对不对 来这边晃一招而已 有谁知道他赚7.92 有人知道吗 我看你大概看不到啦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非常地很专心地在研究 好 第一个 新贵股有新贵股有时候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投资人几乎都输啦 你很想要回来你就找一档 譬如说 我们为什么带投资人买这档股票 为什么带投资人买这档股票 变成金孙 去年亦估大概也在四块半附近上下啦 可是他股价只有三百多啊 股价差不多是他的三分之一啊 EPS 差不多是他的一半啊 重点来 因为他在这里挂牌 因为 其实哦 这种股票不会涨也是有原因的 来我们看一档股票 这叫金利科 金利科多少钱 四百一十九点五 金利科今天冲进到四百二十一啊 你看金利科 来来看金利科 他股本也六点九亿啊 你看金利科 请问 赚钱还赔钱 最主要是营收啦 两千两百万啊 各位 两千两百万啊 这两千两百万不是两亿呢 那一点 一点的营收不到四亿啊 股价 让他的市值 市值啊 七十年的营收等于现在市值啊 啊为什么会涨 有时候讲白的 啊这种股票 充满人家守住嘛 公司 不是名门 我们叫不是名门正派 真的不是名门正派啊 啊你告诉我台积电的股票 如果用标的 是不是马上就被攻击 对不对 啊这种股票 不太不能他 不太会涨 可是你不让他涨 那涨他就不回头了 对不对 台积电的子公司 世界先进的子公司 啊很简单啊 我为什么跟我同学讲的很难 他挂牌这一天 收盘收320.5 收盘 你把它记320嘛 很简单 我为什么要画这样子 320你就把它320当作一个停损点就好了嘛 股票市场你要你要去拼 想要是你要去拼这种 一天哦 从450到1030 应该来讲是从348到1030 当然他挂牌了第一天啊 第二天明天开始就有涨跌5限制 就是50个person 可是你去想哦 世新床庆幸告 我说给各位看M31一样啊 他今天1535M31赚多少钱来 你看他赚多少钱哦 EBS9块多 前三期 股价是1535 我讲M31股价1535 你会觉得好像很贵哦 那以今天这栏股票来讲 也刚好而已啊 人家赚7块多 今年预估不到10块钱 也可以1000多啊 那为什么今年他赚大概4块半 他连500都没有 好那看到这档股票本来 他在来 他在这一天12月13号 他是新贵的股王 昨天我讲他叫小三嘛 今天不是了 今天叫小四了 为什么 今天有一档股王上来了啊 是不是 股王在这里啊 新贵的股王就是他 Light Pay 连加网路 好那他在这里 他有什么样的迹象来 再看一遍 现在股后变 新令财 同样12月5号 他这里才350几 现在已经500了 要突破以后 他就涨给你看了 好这档曾经是股后 现在已经是小三了 生计股 来我们再看这档 6919 我喜欢给各位看 他的基本面 他赚多少 minus 14.24 对不对 好那你看刚刚的新令财 赚多少钱 2.38 好2.38 可以到502 minus的也可以到461 为什么 这档IP网 就IP股王 真的是IP股王 好 那 因为我再讲一遍 有时候买到 譬如说你去买台积电 他请问会比 立望会飙吗 比赤金会飙吗 不会 这种民萌正派的公司 是什么人在买的 有钱人在买的 那有钱人的思考逻辑是什么 好我再讲一遍 我为什么带我同志 从12月19号这里 有你就买 你有你就买 冷钱包赚钱你就买 冷钱包赚钱你就一直买 你就一直买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有一天他会超越M31 一股金脸 因为我认为他 随便接一个 要接大单太容易 因为他的先机制程是 已经领先 领先M31 领先 四星领先立望了 他的IP是很强的 他包括来 包括ESIC 那因为我说他是民萌正派 不能涨太快 可是你不要让他涨 就像台积电一样 只要让他跳上来 他就不会回头了 而且这种涨法是 这直接上来 整你几个月他就直接跟你跳上去 从580几 直接就到646 对不对 这种公司 我说他在走这种 所谓的下降趋势线的模式 你让他上来 这已经正式突破了 量也上来了 这种股票 第一个 因为他是今年真正的主流 IP股王 而且是台积电的子公司 世界先进的子公司 代表什么 用白话来说 那种应该是不会倒的 不会下市的 这种怎么会 那有台积电在handle 有世界先进在handle 要接单是不是很容易 这种应酬爆出来 而且他的股本才4点多亿 等了很久了 我也每天都跟你讲 我说股票市场很简单 等到他走到最后 他突破以后 也就在这里就没有压力了 你看量也突破均量 已经38天的均量 好 那在这里 这个叫多空线 也就现在目前 所有这张股票的人 原先参与的人 刚参与任股的人 都出场了 为什么 有算就出场了 现在已经换到了 有钱人 买这些股票的人 不会卖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股价只有这里吗 我说他的股价 理论上不是在这里 理论上他会超过M31 我认为他会超过这个 我认为会超过这个 今年有机会 为什么 只要他的EPS 只要他的营收出来 因为我从来不相信 他的先进日程 是领先别人的 然后他会在这里指服的 在这里 我说有人压低在这里 在进货 再强调一遍 新贵股票内涨得很大 你看过了吗 今天 赖配 连加网络 一天就跟你涨了将近三倍 所以我们不推荐给特定人 要买卖这种股票参加会 那打电话参加 或者扫描QR扣 留电话 明年同一个时间再会